我们现在其实有两只咬 一只咬在台湾一只咬在大陆 也在做一个全方面的改善 其中一个很清楚 减碳绝对是对的事情 减碳不是 大家说减碳是很好的商机 可能是 但减碳是绝对对的事情 近日台泥集团董事长张安平 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说 快速的碳排放会对人类社会造成极端的影响 而水泥排碳太多 企业要负起责任 我们唯一的方法 就是面对它 然后想办法解决它 当然我希望我可以做更多 让这个产品更有效率 更低排放 让这个文明继续发展 台泥是台湾第一家股票上市企业 2003年进入大陆 20年来业务拓展到12个省份 并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台泥伴随大陆经济高速发展而不断壮大 目前产能居台湾第一 大陆第七 全球第十二 在2022胡润中国500强的非国有企业排名中 位列入选水泥企业之首 伴随着大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生态环保成为经济发展重要组成部分 张安平对此深表认同 我想我们做对的事情 也希望能够我们同意整个社会一起努力 做对的事情 让整个社会 整个全球的社会变得更好 为响应大陆2060年碳中和目标 台泥制定减碳入境 承诺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较2016年减少11% 2030年降低20% 2050年集团混凝土产品达到碳中和 张安平坦言这相当具有挑战性 我的基本的要求是所有地方排放的一半 政府开出来的标准的一半 这是对于打分数的 有数据的 然后我们所有这些排放的数据是自动的 我是全部每天都到我手机来 如果拿个超出的话 直接会到我手机拿个厂里来 张安平说 台泥的技术研发始终没有停步 通过与两岸科研机构合作 有很多途径可以实现降碳目标 然后最重要一块东西 如何降碳有几种 一个当然制成的降碳 化学作用的降碳 还有一个 使用时间拉长的降碳 20年30年就拆掉 这是非常不好的 古老的时候的建筑都是这样 我要造这个 500年1000年 如果我们还是有这个心态的话 我们太盘放自然下来 6月中旬 一座名为公量大楼的建筑在杭州封顶 这将成为台泥集团在大陆的运营总部 张安平说 两岸产业互补性高 可携手开拓国际市场 其实两岸的互补相当高 台湾最两千多万人口 两千多万人口 其实它的所谓的这个scale 经济大小不够 它需要市场 但大陆市场当然够 然后当然另外一个讲法 就是我们中国人 总是互相了解深一点 所以说比较能够 对中国的市场的了解 也很容易进来 张安平介绍 公量大楼造型 以前董事长 沽政府喜爱的 京剧细浮水秀为灵感 也恰似一座桥 传递对孤老的纪念 与理念传承 希望能够连接中外跨越海峡 这个大楼的设计的概念 就是一桥 我想这是国境中外 台海两岸的桥 这是公量大楼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设计理念 老先生永远讲 人跟人之间的沟通 造成世界的和平 然后这是重要的 他永远都是朝这个方向走 他曾经讲过说 没有一件事情 比实际人口的和平更重要 我觉得我们到这一辈 我们也应该承担一些事情 我现在做的就是 做这承担的事情 也没有什么 就是跟着我们前辈 跟着郭老先生 一路走下来的路子吧